美国各州的车牌上都印有自己州的昵称 比如加州是黄金州 The Golden State 佛罗里达是阳光之州 The Sunshine State 纽约州就是帝国之州 The Ampere State 意思是各种资源应有尽有 不过纽约州府奥本林的知名度似乎并不太高 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奥本林机场工作 他告诉达克 机场全名是奥本林国际机场 其实只有两班国际航线 一班非加拿大 一班非荷兰 关于国际两次 就是可以从联邦政府获得些资助 2019年机场的客流量在全美排第75位 实在少些存在感 即使在纽约州 奥本林的人口规模也排在城市第5位 比纽约水牛城和雪城规模小 奥本林的位置 距纽约 波士顿和蒙特尼尔都是三小时车程 也位于驾车去大步步的路上 是一处很好的中途歇脚参观的地方 这期视频聊聊这里的事 奥本林是英国一个贵族公爵头衔 常授予王室年幼的儿子 命名这座城市的1664年 享有奥本林公爵头衔的 是后来的英王詹姆士二世 当时是中国康熙年间 明朝反抗刚刚结束 奥本林是北美早期13周中 最早特许的城市 1609年英国人亨利·哈德逊 为河南东印度公司开辟商路 从纽约麦哈顿 顺着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河流 逆流而上 到达这里 先是河南人 然后是英国人 在这里殖民定居发展起来 1754年 一些殖民地的居民 在奥本林召开会议 目的是促进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团结 共同抵御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扩张 参加会议的 除了早期新英格兰的七个州的代表外 还有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的代表 包括弗兰克林在内的代表 支持七个殖民地联盟计划 虽然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但是是美国各殖民地 争取联盟的第一次探索 1797年 独立战争后 纽约州正式将奥本林作为永久州府 之前为避免英国殖民者的威胁和干扰 州府在纽约市 金斯顿 波吉普西和奥本林之间搬来搬去 奥本林位于纽约州的中部 离住有大批英军的纽约市更远 这样更安全 此外 奥本林位置非常好 正好是哈特逊河以莫获克和达交汇点 早年是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做皮毛生意的贸易据点 后来是木材生意 1807年 罗伯特·富尔顿首次乘蒸汽船 用了32小时从纽约到达奥本林 并成立了航运公司 1825年 伊利运河开通后 奥本林是进入美国中西部的重要冲转站 达克在另一期关于伊利运河的视频中分享过 直到1850年 奥本林都能排在全美十大城市之列 随着中西部和南部城市的崛起 奥本林的职能更侧重作为首府的行政功能 2019年 这里1000个工作岗位中 有7个办事律师 比例排在全美第四 奥本林最值得参观的地方 也是州政府所在的帝国广场 1959年 刚刚当选的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 也是老洛克菲勒的孙子 陪同到访的河南公主朱莉·安娜参观时 州长觉得奥本林的市容太陈旧了 与纽约州的帝国民生实在不般配 这是当时的影像资料 影片中的这栋建筑 当时集图书馆 体育场和剧院于一身 是拿得出手的地标性建筑 后来的居民回忆 小时候这里周末会放几部新闻片 西部片和动画片 票价是10亿美分 出身豪门 喜欢艺术品收藏的洛克菲勒 提出修建一个有规模 及政府办公 历史文化展示 和演出集围议题的广场 并取名帝国广场 当时的市长康林 早就担心落后的城市 会让一些居民搬离奥本林 也同意了广场的想法 经过规划 1962年3月 政府买下市中心40个街区 100亿亩土地 涉及3000多户家庭 6800位居民 和350多家小店铺需要搬迁 4000多栋建筑需要拆掉 包括多间的教堂和学校 虽然州长称 拆到的是一个平民区 但事后被采访的当事人 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坚持 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居民社区 多被采访的居民 认为拆迁的补偿很不公平 尤其是对有店铺的商家 工程于1965年动工 先后修建了四座办公楼 康林大厦 巨单剧场 文化中心 司法大楼 立法大楼 和天鹅街的办公楼等等 此外还有十多处的纪念碑 地面是喷水池 地下有通道连接 配套的还包括 跨哈特迅河的高架桥 整个工程计划在1970年完工 但最终耗时13年 于1978年完工 为加固这一片河谷地区的地基 地面填充了500万立方米达土石 夯土鸡的声音日夜不断 工地上常年有上千人工作 遍布各种大型机械 施工的尘土和噪音 影响了市里的居民很多年 用料的大理石 是来自佐治亚州 和佛蒙特州的采石厂 因为需求量太大 以至当时做墓碑 都要排队登记 洛克菲洛为了了解工程进度 将自己的办公室 搬到议会大厦朝栏的房间内 这样他可以从窗户外 看到施工现场 工程最后耗资20亿美元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对当年很多长期居住在 奥本林的居民来说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老屋 学校和教堂 帝国广场 完全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 自大好强需求修建的 他们身之为洛克菲洛的愚蠢 今天游客参观时 坐电梯登上180米高的 康林大厦42层楼顶 可以覆盖奥本林全貌 大厦也是纽约市外 最高的建筑 大厦以康林市长命名 在周部物馆 您还可以回顾纽约州的历史 整个广场还分布展示了 90多件大型绘画 雕塑和挂台 这些产品都是 洛克菲洛成立专门委员会 从当时的现代艺术家作品中 精选出来的 每件产品都经过 他本人亲自审定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称 这里是全美现代艺术品 收成的重镇 剧团剧场是首虎华人 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的地方 自1978年广场完工期 每年独立日 都举办广场的烟火表演 能吸引近五万人前来观赏 在达克区国的一些美国州府中 像帝国广场这样 集中办公的现代建筑群 还不多见 帝国广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和我们这个社会 高度机构化的直观体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